接下来我们开始第二部分是事件的一个监听和处理 事件监听处理我们上一课举了一个小例子 但是呢还有很多坑对吧 埋了下来啊没有做很多的说明 然后接下来我们去讲一下这个ES6的一些小问题 在这个Lite开发的时候 我们很难避免去不断的使用ES6 ES6对吧 比如说这里呢这个键的话就是ES6的语法 Import呢class呢都是ES6的语法 但是呢这些稍微提一下就够了 但是箭头函数呢里面的门道比较多 好我们来一个文件吧 在这个demo里面新建一个ES6.html 好模板写好啊模板写好 那我们要说一个箭头函数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像我们最简单的定一个add a b 这个函数够简单吧 Liturn a加 b 那我们在ES6里面注意啊 我要说重点来了 ES6里面我们引用了一个新的函数的 一个定义方式称之为箭头函数 没听错就是那么loading的名字叫箭头函数 那箭头函数它怎么写呢 我们注意一个区别啊 首先我把这个复制一下 对吧 让大家慢慢看它是怎么变过来的 箭头函数 Function去掉这个对括号不变 括号跟话括号中间这里加一个等号一个箭头 表示只是一个箭头函数 那么我们叫做add2吧 为了区分 现在我们把这个文件运行一下 我们看一下add2是不是一个函数 但是呢它跟add这是我们普通函数 它们两个是有点区别的 箭头函数在crew里面调试出来样子呢 是看能看到箭头的 为什么呢 你可能说这两者的功能不是一样吗 比如说add12 你add2 12 那不是一样吗 为什么要区分它呢 主要的一点啊 是因为箭头函数的dis的作用域不一样 这点待会再说 我们再接下来看下一个问题 在箭头函数里面 如果里面的参数只有一位的话 那这个括号可以省略 比如说我们写个别的 取这个平方的 平方的 OK 原谅我就是用拼音了 因为考虑它水平对吧 我们要做一个这样的效果 我们先就写个简单的 平方写个p就好了 简单一点好不好 写个a return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去求它的平方 那么我用箭头函数 我说了 如果我们就有一个参数的话 那么我可以省略括号 但是第一步 我们先把它变成箭头函数 怎么变呢 复习一下 复制粘贴 方神去掉 后面加等键 然后再加到下一步 如果只有一个参数 那么这个括号可以省略 我们看一下p 是不是可以 p什么呢 p2 结果是4 完全没问题 箭头函数的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的函数 只有一行lutern语句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 滑括号去掉 我们复制一下 我们这里是不是 只有一行lutern a乘 a 把这个lutern什么都去掉 箭头后面的内容 这一段的内容 就是lutern的一个结果 我们再看一下p 是这么一个意思 p2 那什么意思呢 它这个解析开的意思就是 vp等于function 对吧 传一个参数a 然后呢 滑括号lutern turn return a乘 a 箭头后面直接就是lutern的内容 我们一般为了省事呢 一般都会 比如说如果我们在这里要执行另外一个函数的话 那么我们也会直接这么写 就是省事一点 alert1 对吧 我们只要一掉用p这函数 lutern了alert 那么呢 会先掉用alert这个函数 这是我们的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 那这段函数特点是什么呢 我们来举个例子 大家知道了 比如说obj 定一个对象 然后呢 f等于function 然后obj呢 我们要做一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设置一个名字 nam为1 那么我们要说一个什么 setTimeout ok setTimeout 然后呢 定时器 对吧 然后呢 我们console log this.nam 那这个函数能正常运行吗 就我 我现在想运行 得到这个object.nam 这个1 能得到吗 得不到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这里掉用的是 window.setTimeout 那么this 这时候应该指向谁 this应该指向window 那么this.nam呢 应该是 window.nam 我们来看看这个效果 obj.f f 是爆了个untify 或者说爆了个空 那么在这里呢 因为我们在这里掉用了window 这个对象的方法 导致this的终于丢失了 在我们传统呢 有一种这样的解决方式 this.f.by 绑定this终于绑定谁呢 绑定this 绑定到这个this 那在 在这里的this 在这里这个this 肯定是obj这个对象本身 因为呢 还在这个对象里面 对不对 那么现在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看一下 那我们有什么解决方案呢 一般来说我们会做 在做一个这样的事情 用me来捕捉 这个this作用域 然后在这里用me.this 解决这个问题 对吧 我们刷新一下 那我们再去掉用的时候 这时候呢 nam就变为1了 就能获取到了 然后在下面 我们再看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我们再定一个fn 这个不用箭头函数对吧 现在我们settimeout ok settimeout 然后怎么办呢 里面我们去掉一个箭头函数 然后我们console log一下this是什么 ok 然后呢 设置100毫秒 对吧 区别在哪呢 区别这里用的是传统函数 下面这里呢 用箭头函数 我们做一个标注 箭头函数的this ok保存 然后呢 我们刷新一下 调用fn 箭头函数this是谁 就是object本身 所以说箭头函数 它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这个函数在哪个对象中 对象中调用 this就属于哪个对象 箭头函数在哪个对象里调用 在object的fn里面调用 this呢 就属于object 跟传统函数不一样 就是说this的咒语不一样 才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 ok 这是箭头函数的一些问题 我把它关掉 我们回来这里 说下一个问题 就是咱们的这个 实验监听和处理的一些问题 以刚才例子来说 就是我们一般会在这个类里面 去定义一个handle click 这样的类方法 或者是主件的方法 lender的时候 怎么办 on click 注意啊 这C是大写的 然后呢 用了一个什么 es6箭头函数 然后呢 调用this.handle click 那this这时候被保留为谁了呢 我说了 这个东西 箭头函数在哪用 就是谁的 那么this呢 就保留到了这个demo 这个作用域 然后this.handle click 就是这个方法 ok是这个方法 就调用了click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规则 第一 在jsx里面 事件监听的属性为 驼峰式命名 on click 就是驼峰式的 因为这是js ok不是html 那与之相对应的反例呢 是html里面是on click 是全小写的 对吧 现在html里面 我们也不会很少用这种 绑定在标签里面的 这种click事件这种方式 但是呢 我们一定要注意 在我们的这个jsx里面 是on click大写的 那如果比如说 鼠标移动事件呢 on 小小点 on mouse move 一定是驼峰式命名 好第二点是什么 第二点是在js里面 事件监听 指向一个js函数 那这里呢 我们是不是说 为什么要写这个花括号呢 花括号意思就是运行 表示里面内容 是一段js代码 然后在里面 运行一段js代码 里面运行一个js函数 那与之对应的 这个html的反例是什么呢 html的反例是 在html里面 一般来说 会指向某一个全局的一个函数 并且是用一个字符串 去表示的 对吧 就要注意两者的区别 那jsx呢 第一个头峰式命名 第二个呢 执行一段js代码 指向一个js函数 这是它的两个规则 非常简单的规则 要看下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个来保持this呢 在这个回调函数里面 this的一个问题啊 比如说这个例子 我们p标签 onclick 如果我们没有加 键动函数的话 那么this是谁呢 this会指向这个p标签 为什么 因为jsx的这个p标签 会被编译成这个函数 react create element方法 就丢失了当前 我们这个组件的作用域了 比如说demo这个作用域了 那这时候的这个 这个handle click方法是谁的呢 大家都不知道 到底是谁的handle click方法 那问题就来了 就非常偷疼了 那时候我们去举个例子 给大家看一下 来个新的按钮吧 在下边 那时候来个p标签也行 p标签对吧 点击看this 我们先简单回忆一下 怎么写 on啥 大写的click 等于什么呢 一个运行的代码 要呢 console log this 我们看this变成了什么 好 我们点击看一下 点击看一下 点击 这里还要具有一个问题 对吧 因为this bush 我们这么写吧 function console log this 好 点击看一下 this是untify 为什么this是untify呢 一般来说 在yes5里面 this的话 一般会指向window 对吧 但因为这里用了严格模式 所以说this在没有被捕捉的时候呢 是指向untify的 那就不行了 因为我们在这里呢 是期望这个this指向这个主件 这样呢 我们才能调用这个主件内的一些方法 所以呢 我们要用键头函数来包含它 当然除了这个还有别的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有两个啊 第一个 在console log 里面用by的绑定主件的this 第二个是使用键头函数保留this的作用域 我们看一下两种解决方案分别怎么去写 第一个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handle click方法 我们可以在console log这个过照函数里面 this.handle click 调用这个by的 by的什么意思呢 绑定当前这个this的作用域 我们来演示一下啊 比如说现在我们有handle click对吧 我们先把这个注释掉 然后呢console log 你你在调用对吧 handle click 时间 OK 你再调用这个 先把其他代码都注释掉 在这个console log里面 this.handle click by的this 绑定到this上面 然后我们在后面用的时候 就不用用任何函数去包裹它了 就直接this.handle click 然后现在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豪跑史啊 like of undefined 那现在我们先把这些多余的都去掉 OK 把多余的都去掉 就剩这么一个p标签 点击看 你在调用handle click时间 这里可是真正正的是我们组件里面的一个方法了 它就不需要过多的其他复杂的一些处理了 那么同样的一个问题在哪呢 就是我们试一下 用这个yes6箭头函数来处理 那一般来说呢 我是比较喜欢用箭头函数的 因为箭头函数的话 我可以少写一行代码 对吧 OK 我们把这个去掉 在这里用箭头函数处理 怎么处理呢 括号参数 箭头 然后后面因为我们只有一行语句 直接把它当作旅途出去就可以了 this handle click 那至于为什么要加呼号的一个问题呢 这个我就不多解释了 这是这个语言的一个基础的一个问题 好 我们看一下效果 点击看this 你在调用handle click事件 这时候我们yes6语法 也发挥了同样的一个作用 这就是我们实验监听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问题 关于this作用域的一个问题 关于这个实验监听器 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要解决 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怎么去获取语言声的标签 以及标签上的属性 这点是很重要的 在做一个input标签的一个输入 就我们之前的demo2还demo3的时候 我们怎么去获取原生的标签呢 在原生的js里面很容易 但在lueat里面呢 会有一点点的难 来写一个新的主件吧 OK 在这里这行代码 最后isport default app的意思呢 是把这个app 引出到了index.js里面 大家看这里 input app from app 那么这里呢 是把这个app.js 引出到index.js里面进行一个渲染 那么我们先不说这些问题啊 因为我们是不关心这个的 就是这代码看一眼 过一下就可以了 那我们在编写这个app的时候 我们只编写这个 然后引出到index.js里面去处理 那为了让大家看起来更方便一点啊 那我们就把这里面内容啊 都注视掉 然后呢 我们用主件的方式去写 好吧 新建一个文件 什么文件呢 input 我们怎么写一个主件来着 input 我们现在举个例子 去讲这个input的标签 怎么获取这个标签属性 比如说value这个问题啊 input react component from react class 然后说咱们简单的 isport default class input instance component 然后constructor对吧 super 这个代码提示开了之后 反而会有点小bug 然后land函数 return ok 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啊 直接一整个引出到这个app.js里面来 在app.js里面引用 input input from input 然后引入进来之后呢 land里面就做一个最简单的事情 input 用这个input的这个组件 那么这里你可能看到一个问题 你刚才不是说这里 刚才你好像没有说这个 有个字闭合的写法 有个开标签的写法 这个我们待会再去细讲 但你要知道这两种写法都是可以的 ok 那么你不能用省事就写那种 那么接下来我们会讲一下它的区别 但不是现在 现在呢 我们把input引用到app.js里面来了 然后呢我们主要在input.js里面讲这个标签引用的一个问题 input的标签 像之前一样啊 我们要做一个受控组件 什么意思 最后我们输入的内容会先 不会直接出现在html里面 这种东西在react里面叫受控组件 受控是小受的受控是控制的控 受控组件 受控组件意思是 它里面看到的东西并不是它的value 并不是它的value 而是什么呢 它输入之后经过state state再复制给value让它看到 对吧 称之为受控组件 像我们之前写的demo那样 那怎么办呢 第一个是我们要监听一个oninput事件 等于 对吧 那我们需要一个处理函数handle input 第2 然后问题来了 假设再来一步 this.state 等于value this.setstate 对吧 然后呢state 的value 为什么呢 这里需要问题就出现了 我们怎么获取这个value呢 怎么获取value 这是一个对象啊 这两天 总是忘写这个 就是我们现在 oninput 应该去调用handle input的方法 对吧 而且呢 是需要用这个见头函数包裹的 希望大家去理解它啊 然后我们怎么获取这个input的一个内容呢 首先我们的电用见头函数的时候 向里面传入了这种东西称之为显性传递 就是你能看见的称之为显性传递 传一个e 然后呢这个e在这个函数内部 传递给handle input的方法 handle input的方法 接收这个e 这种称之为显性传递 就是你会显性的设置一个行参 那如果你语言基础不太好的话 你记住这么写就可以了 这个会来到这 这个会来到这 然后我们看看 看这时候e是什么东西 concel log e 看一下啊 e是一个prosy prosy是代理的意思 代理我们看一下里面的内容很多 很多 那我们怎么去获取呢 要注意看这里 target 这个东西我们比较感兴趣 对不对 就这里会很乱很乱 那我们在获取它的时候 只要记住一点 可是其他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没有意义 除了event 就是target target target什么是目标 我们看看我们这在输入 是获取到这input的标签了 那我怎么获取它的value呢 e.target.value 我们再看一下 12345 这是e.target 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呢 另外是e.event 它的产生了一个事件 让我们看一下 是e.target.event 应该是这样 应该是e.native event e.native.event 我们看一下 这时候我们就能捕捉到这个input 这个事件了 native 延伸的事件 这也做点标记 延伸 事件 对吧 这个是什么呢 target html 标签 跟我们用js 获取的是一样的 好 那我们获取到它的value了 把它设置到这个state的value里面 下一步我们要受控 受控什么意思 input看到内容必须是state来的 那我们怎么令这input的内容在state来呢 很简单 给它设置value属性 value 等于 这个 this.state.value 就完善了咱们之前的一种方式 输入12345 我们先把多一的这些注释掉 现在我们做个很简单的例子 if1.target 点value 点less 大于10 我们怎么办呢 return 我们不允许再让你去输入了 对吧 在这里做个中断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主件有没有受控 就看我们能不能输入超过10个字符就可以了 当然这肯定是受控的 因为我们的input的value是从哪来的 在state来的 我们来看这个问题 是输入不动了 怎么敲 大家听键盘的声音 哈哈哈哈 根本就输入不了 这是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说受控主件 就我们要灵活的应用jsx 当然这也是一个 reactor 这个教程里面很重要的部分 这东西叫受控主件 就说主件里面的一部分 是受我们控制的 另外一种 相对应的叫 非受控主件 这个就不是我们讲解的重点 以后我们再提这个 但是主要大家要说就是两点 一个是1.target 点value 一个是1.native 这两个基本就够我们用了 就是获取它的 延伸的标签 以及获取延伸的事件 这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问题 同时我们这个demo 就是我们受控表单的 一个 输入的一个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